大家好,我是段神经 我们又看到荔枝了 上期节目就是我跟我的太太 她是广东的荔枝妹 我们结婚以后 我们在美国这边种了一颗荔枝 然后顺带在我们后院 种了整个的水果园 谢谢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支持 给我们点赞 我也是给大家分享了我的情感世界 我跟我太太的 就是这16年来 我们在种植这颗荔枝 包括其他的水果的 我们的心得 我们的感恩 所以今天呢 我跟我的太太荔枝妹 一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两种跟大家截然不同的 怎么样保存荔枝新鲜的方法 第一种呢 是非常非常简单实用 真的你可以保存两个月以上 都不会变黑 都不会腐烂 我来给大家介绍第一种 第二种的时候呢 我也给大家亲身来体验 这一种保持好荔枝 也不会让你上火的这种经历 非常好的经历 请大家跟进 第一种采摘了这个荔枝以后啊 怎么样储存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这也是很多的台湾跟广东的荔枝专家 给我留言 我就是收起来的这种方法呢 非常非常实用 简单 并且就是说 两个月以后 你都可以吃起来呀 像新鲜荔枝一样 OK 当然呢 就是说 第一种方法 主要是果笼啊 就是荔枝园的屋主 就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因为它就是说 像这个啊 就是春着天气 比较好的时候 没有下雨啊 我们就可以把成熟的这个荔枝啊 我就是要剪下来 对 剪下来 就像我们可以 等一下我们来厨存的方法 对 所以我们把这些荔枝呢 就是说 一定不要长枝 我们一定要 你看 有一个短枝 不能够伤害到它的那个顶口啊 不能伤害到它的皮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有一个整个的荔枝 好了 我们刚刚局地呢 我就采摘了一部分啊 当然如果说 你要取吃很多的话呢 你就要拿一个箩筐啊 装起来呀 看你自己想 就是保存多少啊 然后来吃 因为荔枝呢 比较上火的啊 所以就说 大家不能吃太多 每天呢 吃个六七颗啊 或者年轻的吃个二十颗 就可以了 有的人吃个好几十颗的发肺流避雪的啊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摘下来 就是放到外面啊 凉一凉 因为这上面呢 就是美国的栗子是没有农药的了 但是有可能有一些蚂蚁 我们的蚂蚁啊 在这上面走一走 然后呢 它就走掉了 你看看 这蚂蚁它等一下就走掉了 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放到室内 来做小许的加工 然后就可以储藏起来了 OK 我们二十分钟再见 现在二十分钟过去了 你看这里面已经没有蚂蚁了 所以呢 我们根据自己的那个量呢 就是我们把它 就是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干嘛 然后这上面没有任何的水分啊 我们给它装到这个这一部袋子里面 按照你自己啊 你的家人呢 每天吃多少啊 然后要一定要把里面的空气 尽量的把它去掉 对尽量去掉 然后这样一扣起来 是吧 这样就比较方便 吃起来比较方便 这种样式呢 我们可以放到两个月以后再吃都可以 你也可以写上日期 写上日期作为一个纪念 对 你看 OK 对 你看你现在八月份 然后你到九月份十月份 都能够吃到新鲜的地址了 所以给大家介绍第二种 取存那个新鲜地址的办法呢 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啊 他是从园里面采摘的时候啊 就开始下雨 或者是从超市里面买回来 超市里面买回来 他都经过运虚了 特别像美国这边 从亚洲啊 中国啊 越南运过来的地址 要20天 然后再在冷藏库里面 再待多少天才到了市场上面 给大家吃 这上面有没有农药啊 有没有很多的防腐剂啊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 就是说我来给大家 就是说 这一种怎么样来 做徐城的方法 当然了 这里面如果说 有些腐烂啊 受伤的呢 那我们一定不要 我们还是一样的 我们要把它 你看 就是要留着上面的这一节 不能够剪透它 把它剪起来 对 所以啊 荔枝是非常金贵的 白白嫩嫩 里面的水分是非常足 所以我们不能够省上 它的这个皮啊 里面的乳啊 省上了以后 它一定就会坏的 所以第二种方法是 你到超市里面买了这个荔枝 你吃不完 又想保存起来 就是等到 就是过一段时间再吃的话 这次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 对 基本上果农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是刚刚买 买新鲜荔枝的朋友呢 有可能不懂这个保存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来介绍给大家 所以就按照这种方式 把这个荔枝剪下来 对 剪下来以后呢 如果说这上面有个小小荔枝 对 它这个没有损害还可以 对 如果说像这样啊 伤害到了那个 伤害到了这些 就是说根部啊 露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做保存了 对 这个就要当场要吃掉 最常见的这种保存 荔枝新鲜的办法呢 就是把它全部剪至以后 放到盆里面 然后冲上冷水 你也可以加放冷水 就是或者是凉白开也可以 就是不要水啊 就是没过了这个地质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要像去别的那个水果一样 加上这个盐 因为就是说 像这部分水果啊 有可能呢 它是被雨淋了 然后呢 有的这种国外运过来的 就是经过了20天 然后冷库里面 然后再放到超市里面 卖给大家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持生了一些 细菌啊 或者是有一小小的 就是 快过期的那个样子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刷上盐的时候 也把水啊 搅动搅动 这样呢 我们让它尽尽的 大概10分钟 这样把这个盐啊 跟那个荔枝的表皮的 有一个氧化作用 一个保护的作用 这是最关键的10分钟 个人取存 那个新鲜荔枝的方法呢 也是很多的 这个是比较普遍 大家都很实用 很简单 那么就是说 我们弄好了以后啊 也是根据自己的 就是每天吃多少 你也可以放很多 放在一个大的缸里面 来做这个动作 那么我们这边 只是举个例子呢 我们等到10分钟 10分钟以后 OK你看 我就把它 放在这个凉筛子里面 OK 还要等它的水啊 凉干 对 你看 就是凉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尽量的 不要它有水分 这样呢 就达到一个保鲜的功效 我们这边 经过盐水的泡了10分钟 然后我们凉干以后啊 现在我们就是说 OK 这个是经过了雨水 或者经过长冬 运虚的这个地质呢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 纸巾要包起来 就干燥你自己 平常每天吃几颗 打比方你就是 每天吃6颗到9颗 那我们就摆9颗 还是一样 对 如果这上面呢 还有点水分呢 就给它压一压 尽量不要有水分 对 你看 压一压就比较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包起来 是不是大家觉得很简单呢 包得很好 还是一样的 要放到这个塑料袋也可以 放这种就是这袋子里面也可以 这样就是说 每次拿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好 嗯 对 等一下我们就 你看 把它空气 然后这 好 这 你看 好 保鲜 放好了 好 对啊 我们就这样放到冰箱里面 也 如果说大部分呢 你就可以放到大的冰柜了 如果说你要做生意啊 都逼着你生意 要大的冷酷 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温度 一定要调整 就是说正常的 十度的温度 所以它能够保持它的这种 一直在里面 在活着的这种 就是养化的作用啊 所以你等到两个月 三个月拿出来吃的时候 还是满口的 水分 很轴 啊 不会有任何的辨识 大家学到了吗 请给我关注 点赞 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 生活中的故事 谢谢 谢谢